这个东西,我要去抓过来,在城市里面walk的话,那你必须什么,建一个物件给他,CB123加一个testview三个东西,对不对,那再来的话,当这个东西被点击的时候,我要做什么事呢,建立一个事件,那这个事件特别注意啊,在checkmas里面的话,如果说你要做一个分开的物件,分开的事件的话,你必须建三个事件 可是呢,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写法,就是说呢,我们前面是set,一样嘛,set all,有没有,那事件的名称叫什么,就是叫做,一样哦,前面是on clicker的一个什么listen,对不对,那这里的话呢,是set on什么呢,check change,有没有看到,其实差别在这里,check change,一样是listener,那前面是click嘛,因为按钮一定是click的动作,那这里的话呢, 这个叫做check change,那因为会有三个,所以,而且这三个呢,都会共同用到一样的方法,所以呢,我们这边可以建一个什么,共用的什么,共用的一个事件的一个类别,那这个类别的话呢,我可以在底下做实作,所以比如说我这个里面加一个一样的东西,前面的话是,前面我们是new一个什么,new一个,比如说在checkbox上面set一个, 一个on check change的listener,不过你可以怎么样呢,把它独立出来,独立在哪里呢,独立在下面,特别是公共事件,那这个公共事件的话,也就是说呢,这三个,通通通都,当它点击的时候,通通都会执行,这一个listener,那这个listener要怎么建立啊,特别注意啊,第一个, 它的瓜糊一定是在这个uncreate的这个瓜糊,这个瓜糊对这个,按右键,我把它喜好设定,我习惯把瓜糊改成红色的好了,这样会比较清楚一点点,特别注意啊,第一个呢,容易犯的错误就是,这个瓜糊呢,你的公共事件一定要写在uncreate方法的外面, 好,然后activity的这个类别的里面哦,OK,所以写的位置记得,一定要是在uncreate这个方法的,什么呢,外面,OK,第二个的话呢,它的写法一定是,建一个什么呢,checkbox,那checkbox里面会有个uncheckchange的一个listener, 所以我们是要建这个listener,好,那listener的名称就是这个,叫做mylistener,那这个mylistener呢,一样是new一个什么呢,一个listen,就是说呢,当这个checkbox被点击的时候,那我要做什么事情,那你把这一串写完之后的话, 其实它也可以怎么样,你这一串把它写完,我看,这一串哦,写完之后呢,一样给它一个大瓜糊,那你会发现呢,当这个地方你有给它一个大瓜糊,但是里面没有实作的话,一样哦,会出现什么,新增未实作的方法, 好,特别说是一个checkbox,这个是新增未实作的方法,那底下的话呢,它就自动会跳出一个方法,叫oncheckchange,当这个,我的checkchange,就是checkbox里面有改变的时候,我要做什么事情,然后这里面的话呢,我就去判断,判断什么呢,这边我有,我有把stepbystep来,好,第一个就是,我需要显示的总共有几项嘛,所以这边的话,我需要 有一个变数,帮我去记录有几项,好,这个,这个数字的话,是来自于这个n,好,第二个的话呢,就是我需要显示,这些,有没有打勾的话,就有个篮球,然后一直类追,那所以呢,我建一个叫slater,这个slater的这个stream的变数预设值是空的,然后再建一个se23,这个是单选的结果,那再来的话,判断,如果 Cb1有被打勾的话,有没有,这个是一个判断式,那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打勾呢,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属性去判断,那其实非常简单,你就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